你好 歡迎收聽 宇墨觀後感 我是宇墨 今天來分享的是電影心得 看片心得 對 今天講的是電影 反正不是超完美犯罪 就是在通往超完美犯罪的路上 我夢見成人及愛情 沒錯 成人及愛情 不必結到七次婚 看一部片就封神 橫批著成人及愛情 先來聊一下這部片大概在演什麼 這是一部丹麥的驚悚片 婚姻沙 婚姻沙 話說夫妻 有時候看自己寫的東西 會愣住 會苦笑 我冷靜一點 好的 這是一部丹麥驚悚片 婚姻沙 話說夫妻倆只有一個兒子 從小罹患罕見疾病 遠赴國外動手術 含辛辱苦拉拔大 那麼青春期之後 兒子的病情就趋向穩定 老公在這個時候提離婚 老婆不想拒絕 卻又不願輕易答應 這是很微妙的差別 不想拒絕 卻又不願輕易答應 總覺得玫瑰同靈眼 動機不單純 果不其然 老婆親眼目睹老公外遇 她的心痛 她的委屈 還有婚姻多年來的恩怨 一次宣洩一句話 要我還是她 老公在那邊JPG 也不知道南北東西 分不清楚哪裡是哪裡 如果留下來 情愛已不在 如果選小三 醜聞被揭穿 於是 把心一橫 趁老婆慢跑的時候 怎麼樣 埋伏在半路之中 人造一場意外 人工的 內政風尤其銳利 還倒車確認碾臂 也許就這樣吧 帶著秘密過完余生 過完下半輩子 卻 看見自己最熟悉的陌生女人 好端端的重新出現在面前 老婆回來了 KDF Voxnay Netflix独占配信 在Netflix上可以看到這部丹麥電影 也是第一部 Netflix上的丹麥電影 Papa Topsy Holtenberg 導演 嗯 我盡量 這丹麥花 不太會念啊 Dark Salin Soya Hitchler 兩位主演 Anna Egbert 原著小說改編 在講婚姻裡的愛恨情仇 念念有詞啊 越看越覺得 那個誰真的是很有問題啊 看這種劇 這種感覺 是一部技巧系昏豆片 在這部電影裡有出現 老公式光頭 開車 外遇 夫妻吵架 工地壞壞 摔手機 下雨天出事 欸 在這部片有出現這些東西 我看起來還蠻有意思的 電影資訊 KDF Voxnay 成人及愛情 Loving adults 都是指同一部片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階段 一如往常寫下一些隨筆 與目觀後感 看這部片 讓我想哪些東西 帶給我什麼樣的感觸 一開始啊 照舊啊 小額斗內 小額大型 在網站上有斗內按鈕 如果你覺得有做的東西 還可以 歡迎支持與鼓勵 謝謝你 好的 KDF Voxnay 這個丹麥電影在講 昏鬥驚悚 夫妻之間 全面開戰 看的蠻有感覺的 就像在桌上 有一盤丹麥奶酥 時間久了 受潮了 不是最愛的口感啊 想當初 玫瑰花園裡的女子 熱心熱情 換冷淡冷漠 那冰冷的眼神 稱之玫瑰同靈眼 這就是可以整個拿過來用啊 是啦 改一下老梗啊 當年那個非常紅啊 玫瑰同靈眼的開場牌吧 把它改了一下 但你知道嗎 婚姻的二三世 是不會因為地方改變就改變 不會因為語言不同就不同了 搬到丹麥還是要買單 是這樣沒錯啊 他們都說 愛情與婚姻複雜難解 其實也沒有那麼外星科學啊 我會說就一句話 只是這句話有點長啊 反正不是超完美犯罪 就是在通往超完美犯罪的路上 我相信懂了都懂 那麼先來聊聊技術面啊 技術面呢 畢竟這是一篇看片心得嘛 北歐電影 特別適合拍婚鬥驚悚 婚姻的暗潮汹涌 北歐人的家 那個風格那特色幾何 單色簡約設計風 這應該是大家普遍熟悉的印象嘛 北歐人的家 那麼再來看北歐式驚悚 情殺仇殺 錯綜複雜的犯罪動機 換句話說 在這極簡設計的房屋裡面 住著極其複雜的人 北歐啊 窗外淋下幾度C 婚姻變得冷峻詭訣啊 這一點特別吸引我 因為它有反差萌嘛 再來啊 內閣有所謂的技術型官僚 那電影自然也有技術型編劇啊 外掛Netflix大數據啊 看片追劇 看到哪裡追到哪裡 暫停次數最多 哪個畫面 一看再看 這些數據統計出來 就是串流平台的大數據 這樣子參考編寫出來的劇本 它不會考驗我們的耐性 它懂我們的心啊 看到最後 居然啊 居然啊 手的雲開見月明 就是技術型編劇編出來的劇 進一步說 但凡地球人會有的婚外情 或者說外遇該有的充藥條件 在這部片裡面啊 就像老師傅的工具箱 小表妹的化妝包 什麼意思啊 該有的都有 非常齊全 集點卡貼紙 可以說貼到背面去了 還以為結七次婚才能夠修煉到第七層 現在只要看一部片就瘋神 朋友啊 老實人說話不誇張啊 我不能在這邊慫恿你 今天下午請半天假去結婚結一下就明白了 但我可以邀請你看這部 婚鬥驚悚片 算是 實習一下 我繼續聊啊 技術型編劇還有一件事情 蠻有意思的 尽管我在其他篇心得 其他集節目聊過 但值得反覆 搖搖搅搅搅搅搅搅 對 那就是我的麵攤說 又名豆芽理論 話說啊 我們在巷口麵攤 麵攤吃東西的時候 最常看到的青菜 用那個業務型瀝水藍成裝 豆芽就是豆芽菜 可湯可乾 可以是單點的燙青菜 燙個豆芽 也可以搭配出菜 總之不會只有一種做法 那這麵攤豆芽跟電影編劇有什麼皮蛋關係呢? 如果你看過這部丹麥電影 他從一開始故事主角他們家 在湖中搭建營火 那絕對不只是慶祝節日那麼簡單啊 還有還有 政公大老婆習慣慢跑 那不只是休閒嗜好那麼簡單啊 很多細節在電影裡面 因為是技術型編劇編出來的 所以這些細節會 反覆的再次的甚至多次利用 是所謂的編劇小技巧 你知道嗎 即便我們認識了編劇技巧 我們知道 看片的時候 依然入戲 是吧 我想看片追劇就是這樣 胃口被抓住了 看著看著 黏住了 屌屌啊 就不太需要邏輯 就算是天秤座影迷 我相信聽到這個說法也是會點頭的 對啦 順便科普一下 天秤座個性的人 十二星座裡面 看電影 最容易會說 這個不科學 這個太扯了 真的 可以找身邊天秤座的朋友實驗看看 好 Catty Heffel Voxnay 這部丹麥電影 有娱樂感 看戲的滿足感 而且啊 我個人特別熟悉第一女主角 Sonia Richter 看她演過小三 也看她演過正弓 就好像同一個人演過曹操也演過劉備啊 那種感覺是很奇妙的 那麼 除了娱樂感之外 我看了 還有一些感觸 要怪啊 就怪婚姻吧 各種形狀 顏色 維度大小的愛恨情仇 故事 開始了 就不會停 那這故事該怎麼聽 該怎麼聽下去呢 紅酒或綠茶 爆米花或吃瓜 雖然喔 看戲看得很爽 還是會有幾分感傷啊 畢竟啊 橫眉冷對 甚至開車互撞 也沒有到互撞啊 開車想要撞 的那個人 也曾經是愛過的人 不是嗎 所以看到這樣的劇情 還是會感傷的 好的 先休息一下 聽聽音樂再回來 開始營灯 來自營灯 也不能用 它們的 沒有人 也不能夠 開始營灯 你可以的 鼻子 來自營灯 可以 這是 catch燈灯 一定要 走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 反正不是在超完美犯罪 就是在通往超完美犯罪的路上 好的继续聊 爱情与婚姻复杂难解 其实也没有那么外星科学 就像我这边心得的标题一样 反正不是在超完美犯罪 就是在通往超完美犯罪的路上 婚姻与爱情就是如此 这样说并不是洋精胖或是流行用语 你知道什么不是这样 就是在怎样的路上 是从英文过来的吗 而是这么说 它完全反映了这样的特殊关系 爱情里的关系 婚姻里的关系 本质就在这里了 什么意思呢 我引用电影的原话 女主角这样说 婚姻时间久了自然会有起伏 所以这样的现象 有人认为是婚内失恋 婚姻久了以后开始流浓转蛋 类似婚内失恋 我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认为那叫完美犯罪 那不是婚内失恋 而是完美犯罪 一般来说 什么是犯罪 犯罪是侵犯其他个体 违背规范 不讲武德 且普遍不被社会容忍之行为 听起来很法律 但也确实是这样 我是超来的 超超超那个法律定义的 犯罪是侵犯其他个体 违背规范 不讲武德是我家的 且普遍不被社会容忍之行为 听起来就是有那么一条线 有那么一个规矩 法律 法条在那边 规范我们 而这条线 落在夫妻之间 叫什么 叫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又民小减贼 这是来还债的就对了 灰色地带变多 弹性空间变大 界线那条界线 也就变得极其的模糊 想象一下 那个不受地心引力限制的科幻片 剧情是多么的奔放 同样的 夫妻开战 无双乱舞 又没说不准打脸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对吧 这就为什么我会说 那不叫婚内失恋 而是完美犯罪 别再讲什么逻辑了 至少今天不行了 我相信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巨大的螃蟹 什么巨大的螃蟹啊 是巨蟹的个性吗 我相信懂了都懂哦 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 恨一个人呢 也不需要理由 所以 这是婚姻题材电影的特色 看得非常有感 那么继续看下去 这部单卖电影 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说故事 转了一个弯 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片的话 警察爸爸在婚礼之前 那个贴心小提醒 这个片是一个婚姻里面的犯罪事件 不过呢 这个犯罪事件的来龙去脉 是一个警察在说故事 说给他的女儿听 而他女儿就快要出嫁了 那种感觉还蛮妙的 女儿啊 爸爸以前有办过一个夫妻凶杀案 是这样那样的 我觉得爸爸想很多 也是语重心长啦 但也还蛮八卦的 类似在讲那个六号三楼A室 白天夫妻吵架 晚上妖精打架 不过说真的 说真的 那位警察爸爸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人们以为 婚姻是幸福的第一天 话是没错啦 但过程中发生太多事情 所以你要记得自己嫁给谁 往后的日子里 很可能那个谁 就会变成你的宿敌 就是我看到这个电影剧情 那个爸爸的身份 然后跟一个女儿 说这番话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啦 但我觉得 就像前面提到的 语重心长 那也有点八卦 很有内涵的一段话 哼 可恶啊 暗勇的回忆沙 笑过哭过 爱过恨过 呼吸回稳的那一刻啊 觉得彼此那么熟悉 却又遥远 是甜蜜的敌人 我内心深处感受到 不用害怕这样的念头 不用害怕这样的念想 甚至当面告诉伴侣 也不会怎样 觉得对方熟悉 却又遥远 是甜蜜的敌人 我觉得可以说 然而关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 伴侣听了你的想法 会把重点画在甜蜜 还是敌人 我永远不会知道 或者说 我永远不想知道 好的 介绍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反正不是超完美犯罪 就是在通往超完美犯罪的路上 我梦见 成人及爱情 哎 蛮过瘾的 每隔一段时间会看一下婚姻题材 尤其是这种 婚姻大斗法 叠对叠 好像不止叠对叠了 都杀起来了 有时候觉得平常已经是这样了 为什么看片追剧的时候 还要看这些 或者说自己没有这样 但是周围听到的故事 大概都是这样 其实还是可以看 因为在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的爱的巧思 爱的巧思要打引号 他的爱的巧思 还有一些霹雳手段 这在一般日常 是不太容易看到的 所以说看这样的剧 会有 蛮不错的娱乐感 我觉得 跟你分享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与目观后感 那么今天先到这里了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